天陰陰 心情不好的時候 想吃陽光燦爛的甜品 不如做一個脫帽的Creme Ballet 在開始之前 請追蹤我們的頻道 雖然Creme Ballet 是一個很簡單的甜品 但它需要的時間和心思 不會比其他甜品少 先把蛋黃和蛋白分開 我們這次只用蛋黃 蛋白怎麼辦 蛋白是可以留起 日日用的 把糖和蛋黃混合 寄邊加熱 看到有小泡泡 就可以關火 然後倒入蛋白 攪拌直到混合 加入少量的橙皮 橙皮的份量 如果你喜歡橙皮的話 可以加多一點 然後加入少量的檸檬皮 檸檬是為了讓它 味道更清新 刨皮的時候 不要刨到白色的部分 因為白色部分是會苦的 因為蛋和奶都是野菌的 所以我們一定要包得很好 我們會採用一種叫 雙層保鮮紙的方法 第一層保鮮紙 我們會緊貼液體的表面來包 令液體的表面不會跟空氣接觸 然後我們第二層的保鮮紙 就好像我們平時的包法就可以了 放進雪櫃 雪它一晚 很多人都沒有做這個步驟 其實這個步驟是非常之重要 它可以令到混合物的味道更加濃郁 和豐富 在第二天開始之前 準備兩個通洞的帽 用保鮮紙把帽底包好 我們的方法是 左手我們會按緊保鮮紙 然後右手做一個拉扯的動作 拉扯的時候千萬不要扯爛保鮮紙 保鮮紙盡量不要有摺痕 最後用兩隻手壓一壓 保鮮紙 確保它是包妥的 然後我們再放一塊石紙 石紙就不用包得很漂亮 你確定它包好就可以了 首先介紹兩隻酒 一隻叫Control 是一個法國出品的橙味甜酒 大約是40度手精 Colosi的Cocktail 都是主要用它的 另外一隻酒就叫做Granmae 它也是橙酒的一種 它的橙地都是法國 不過Ganya就是它的基酒 如果你們想找橙酒 這兩隻我都會很推介 當然另一款就叫做Triple Set 是一種便宜的橙酒 不過這種酒我就不太推介 因為它的味道真的蠻佳的 這次我就會用到Granmae 如果你喜歡喝酒的話 你可以放多一點 當然你也可以選擇不放 然後把蛋液倒入模子裡 我會建議每一個模子 只要倒60g 不過我太貪心就倒了100g 如果你看到有些泡泡在蛋漿上面 你用火槍燒一燒 它就會自然走 有少少燒焦的部分 你撲走就可以了 然後用石枝蓋蓋 蓋石枝其實就是為了防止表面過敏 倒入熱水 熱水大概倒至蛋漿高度的七八成左右 放油 然後入爐 而模子的大小和深度 是會直接影響焗的時間 當你拿出來 你見到心有輕微搖晃 已經可以了 不要煮太久了 然後蓋蓋蓋 放入冰箱 都是要過夜 如果時間不夠 除了模子就會爛 因為我真的爛了一個 拿回之前用剩的橙和檸檬 先將頭尾兩端切除 然後再用小刀去皮 盡量都不要切走果肉 這種方法叫Segment 在西餐裡面這種方法是很常見的 然後沿著薄膜切開 切的深度記得落到中間的點 然後就好容易拿到一塊完整的出來 如果你還看到有些白色的地方 把它切走就可以了 小心手指 然後我們用橙皮 去除白色虎劫的部分 將它切成圓形的長方形 然後切條 然後用一隻筷子把它定型 檸檬的部分一模一樣 你看到當它冷凍了 它就會變硬了 小心除去石紙和保鮮紙 然後放一個平底的地方 準備火槍 一邊轉動一邊燒熱一點邊 除毛的方法很簡單 只要用手心拍向毛 讓它可以慢慢滑下來就可以了 然後灑上黃糖 外面很多時候都會教用白糖 但其實我不是太建議用白糖 因為你可以試一下 如果用白糖的話 甜度是比較甜 而且吃下去會黏牙的 將糖坡平面 槍嘴打直 燒至焦糖 確保糖溶化 唯有增加橙的香味 我都會燒焦一點點的橙 然後你就可以根據自己的創意 放你自己喜歡的圖案 因為我這次的Cream Berlade 主要材料都是用橙和檸檬 所以我都會放這兩樣下去 加上少許的羅辣和芫荽葉 令到成品更加清新 今天來到這裡了 詳細的食譜我們會放到Facebook 有興趣的大家可以去看看 請Like我們的Facebook和YouTube 以便獲得更多的資訊